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喜欢那个就是我跟小夕最后在一起之后有一次有一次我叫他起床吃饭然后我帮他做好早饭这是我get到的比较甜蜜的点可能你们女生的点跟我不太一样 顾老师你做个表情六连胖吗我们想做表情包我可以拒绝吗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我的表情包了 我想问你喜欢的女孩是那种乖巧可爱的吗生活中也喜欢陈小夕那的女生吗什么样的女孩是乖巧可爱的乖巧可爱这个词我觉得已经挺字面的生活中陈小夕 这样的女孩至少是不讨厌吧可能不能说她是完美的另一半择我标准但至少是不讨厌因为一个乍乍乎乎挺可爱的女生一般都是不让人讨厌的 我想问的问题是你还会继续从事模特的职业吗然后你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对自己今后的定位是什么 这个应该不会再回到过去了今后的定位吧就是反正有一句话叫做干一行爱一行就觉得既然选这条路那就想办法把它走得更好一些 对可能以后的话会着手于提高自己然后工作方面应该也会比较谨慎的接这两种职业不一样可能做模特的时候会更加自有一些轻松一些 做艺人的话想积极的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或者说想完成一些好的作品给大家 我想知道你在大学是不是很受欢迎然后有没有追求过女生或者是被女生追求过呢 大学还好我比较大学我比较宅基本在寝室里不太出门然后打饭基本上也叫室友带打追求过女生然后也被追求过 对自己身体最满意的部位是什么 最满意的部位鼻子吧鼻子可能相对挺一些 你拒绝公司给你挺助理自己一个人跑通告有没有迷路或搞错方向的时候 首先我没有拒绝然后也有过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大大咧咧吧可以说 我想问一下胡老师大长腿在人群中行走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就是比较速度稍微快一些不方便就比如说两个人就打个比方我跟同事走吧 可能边走边聊天聊着聊着太忘我了哎发现他在我后面好远 其实我觉得他的有一点高冷然后傲娇都跟我还挺像不像的地方啊可能他是个学霸我不是学霸对大概就这样 胡老师你是不是还没有适应艺人的生活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呢 确实还没有完全适应但是努力在适应中压力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有大家就放正心态吧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请问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听歌看剧打游戏还是其他消失的时候除了亏贫都在干嘛呢 我觉得我的兴趣爱好基本上已经被你说完了然后消失的时候亏贫然后在手机上听歌看剧打游戏 我个人可能心理承受能力没有陈小溪本人这么强 我觉得在我这样的追求下如果江城还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于暖男 首先当然是不用为生活发愁 然后就是你的存在是对这个社会对大家是有价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